報告結論,今天我們講一講周顯的一個一定是讓我說得好聽動聽的話題 就是這個女朋友和太太 這兩個在一生人當中最由前期的女朋友去到後期的太太 這個過程階段,其實周顯在中環的香港財經界上流社會這麼多年 一定見盡很多白態,所以我今天是特意給你發揮的 你想怎樣說呢?你從哪裏講起呢? 你從哪裏講起呢? 女朋友變成太太,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發生的事情 這個世界上只有一些很有錢的人 才是可以不經過女朋友的階段,變成太太 印度人覺得,印度有一件事是專業梅忍的 找梅忍是很值錢的,是賺很多錢的 是不是像我們古時中國的梅忍一樣? 印度人覺得只有窮人才是要自由婚姻的 如果是一個有錢人,就一定要包辦婚姻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名單的,他們有一個名單 他們的名單就是,究竟這一堆人才可以結婚 即是他們每一個總姓取回每一個總姓 取嫁取回每一個總姓 所以他們就會有那個梅忍,就會有很齊全的人的名單 人才夫 然後就會和你配合的 因為如果不是,你實際上認識不太多 然後他們就去配合,然後你就慢慢逐個去計算 逐個去跟他們說 因為只有窮人,你如果不是有錢的問題 你才是要自由戀愛的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是自由戀愛的 就是證明我們是一個奴隸階層 其實以前從來的貴族都是自由戀愛 因為你其實,你婚姻牽涉到婚家產 如果你是自由戀愛 如果你是兩個是,一個有錢的取了一個窮 或者是嫁了一個窮的話 會牽涉到一個是,虧底了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就近來就沒有了 因為那些東西歸了一個工 全部都歸了一個工 所以你就不要分那麼多 如果以前那些人會很虧底 其實我們今天談了一個題目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之前看過的數字 都挺奇怪的 香港的結婚和離婚率,差不多是二比一 即是兩宗結婚,一宗離婚 數字其實一直都,有輕微的說說落落 即是證明,就算有自由戀愛也好 也有二分之一機會失敗 其實反而,你父母八萬分之一 失敗機會率是低的 為甚麼 我不知道,根據以前的規矩來說 就是沒有人規定,沒有人規定自由戀愛 一定是成功機會率高的 即是等於我這樣說 你自己買股票,成績未必有很多強積金 是不是 所以自由戀愛未必一定是 即是如果你是說幸福的人 以前的人說,不是一包辦都是幸福的 因為自由戀愛,你那個人也會厭 所以到了自由戀愛 你現在問題是你目的是甚麼 自由戀愛的最大好處 就是你當時的時刻會開心點 即是你開心過 開心過 是的 即是說我為了這件事 我自己曾經有一個開心的時間 你先賺了present value 其實這個跟現代人的比較開放 還有那個自由主義 就是根深蒂固是不是都有些關係 即是大家都很講求一個個人的利益 或者這個利益不單止是說金錢 即是我的私隱 或者我自己的個人的享樂、享受 是否要顧著對方等等 結婚和離婚的成本變得低了很多 結婚成本低了 結婚和離婚的成本很低 所以就變了 即是現在又不太分到身家 因為這些人都去了基金 有錢一些 而且公一份婆一份 即是說男人和女人都是 男人和女人都是自己一份的 大家結婚和離婚就變了一個 變了一個很平等的契約關係 如果反而有一個不平等 還有女人嫁了之後 翻頭嫁比較容易 如果那個計量 如果那樣翻頭嫁比較容易 以前 你想想一百年前的女人可不可以翻頭嫁 即是現在比較容易 是的 所以說到最後所有大家 而且女人本身的賺資能力 現在漸漸高於男人 所以大家就變成一個完全疏離的關係 但是這個疏離的關係 就會令到社會出現一個崩潰 這個崩潰我想是 不能逆轉的會不會 我可以說逆轉的 就是不能逆轉的 崩潰就是因為大家不肯生孩子 如果你那個契約 因為其實結婚是一個契約 那契約是永遠長久的 大家會肯生孩子 那為什麼你不生孩子 那為什麼你不生孩子 因為你耗日護勞 你如果一個人 其實生孩子是一個責任 你不想對社會負責任 那為什麼你這麼有能力 我不想對社會負責任 我經常來問 你不想對社會負責任 你是中產以上 你是高產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想對社會負責任 為什麼 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也不負責任 是 我覺得我經常很不負責任 但是應該是要生孩子負責 我覺得 就是說 你應該什麼都不要做 你生了十個人 對社會負責任 大過生了十個子女 生了十個子女的夫婦 對社會負責任 負責任是高於你老闆 那你現在有沒有想過 重新再負責任 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覺得 生要養很麻煩 會算學自己什麼 如果不 我覺得 其實生孩子負責 因為生孩子很辛苦 男女都很辛苦 尤其是你要養 有些人生了不養 但是本身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最重要的是 以前生孩子 有子女 你擁有的子女是所有權 你擁有的子女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的子女 你生了個兒子 兒子不是歸你的 對嗎 兒子歸社會 他歸自己歸政府 如果以前不是 打個兒子 那你很幹 你這句不行 出不上街 不過你自己責任自己 不是啊 你擁有等於 為何人養寵物 寵物是屬於你的 你有寵物的 你有complete ownership 的產權 寵物是有的 但問題是子女你沒有 所以你沒有擁有產權 養養兒房也好 兒子李嘉誠 都迫著他 整副身家給你 是不是 這樣幾好 現在你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生孩子是一個虧本貨 其實香港在生育政策上 比較自由放任 這個是不是 全世界都是 所以最生得的就是伊斯蘭 到最後伊斯蘭都贏了 如果跟他生得 之後無論 你說伊斯蘭又窮 又什麼 又自殺式攻擊 又所有的東西 但到最後 你發現這個世界上 無論你搞什麼政治 是生制多的贏了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贏到他 他就是生制多的 除非你像乾隆王對付準確義 那樣把他全部人拘捕 不是你到最後 一定是生制多的 在政治上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但是這個是不是 都要三五十年後才建功 政治是很久之後建功的東西 政治不是立刻 如果政治立刻建功 你就拿拳 就立刻 拿拳是最重要的 但是長期來說 現在人們在說黑暴出來是為了下一代 是吧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民主 那我們就說下一代的東西 下一代的最重要就是你能生得 搞多些東西生多些孩子 這就是你對下一代最大的貢獻 那你想下一代 你要下一代 當你都沒有下一代 你都不生孩子 你搞你幹什麼 所以所有的政治 到最後你是為了下一代 而下一代最重要就是生孩子 首先在生孩子問題上 為了下一代著想 要先有下一代 沒錯 今天和周顯談到這裡